中國官媒 央視新聞 微博發布 臺獨死路一條 統一事不可擋的貼文 不少臺灣明星轉發 hashtag 中國 終將實現完全統一 臺灣必將回歸祖國懷抱 臺灣藝人 歐陽娜娜 侯佩岑 張信哲 以及張韶涵 楊宗偉也跟著表態 只是中國網友 甚至還在網路列表 根據不同時態 統計臺灣藝人是否有跟進轉發 尤其針對嫁給中國男星的 臺灣女星們 相當關注 楊晨霖二零一九年嫁給李榮昊 陳妍希也因為拍攝神雕俠侶 與中國演員陳曉 在二零一六年完婚 面對中國網友頻頻敲碗 原本二三號下午四點二十分 楊晨霖 陳妍希都還未發文 只是到了晚間八點左右 陳妍希率先發文 楊晨霖則是在晚間十一點左右 跟著發聲 許多臺灣演藝圈名人 加入轉發行列 陸委會也出面回應 陸委會考量臺灣藝人不得不轉發的心情 可能被迫表態親中立場 藝人們的一舉一動都被放大解釋 三一新聞之後報導